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是不想 因为我觉得现在是刚创业 刚开始创业跟朋友 我觉得现在还不是结婚的年龄 我觉得应该再晚几年吧 等稳定一些再说吧 你觉得还没到结婚的时候呢 对 你这资料上面说你无业啊 是刚辞职正在找工作还是什么意思啊 我是刚辞工两个月 就想去他那工作是工作 可是他一直在那里吹 你想去他那工作 所以你把工作辞了 你想看着他去啊 不是的 因为他一直对我搭不搭理的 所以我想要融入他的生活 而且他另外有两个合伙人感觉很暧昧的 我很不放心 没有 其实不是像他说的那样啊 因为工作室是我跟朋友一起创办的 是服装原创工作室 我们在里面都有各自负责自己的工作 有设计 有话只要有销售 他过来真的帮不到我 你都没让我去 怎么知道我帮不上你呢 你竟然一直找借口 那我很不安心 不是 人家就不想让你去那儿吗 也不是不想 即使是我同意他去我那儿 倒是他们也说工作室就太乱了 就不像工作的地方 那你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啊 我觉得没问题 但实际上是不方便 所以说你这人就是肉乳乎乎的 不同意就是不同意 你说同意你带人去啊 然后又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 觉得不方便 你心里是真同意还是假同意啊 他身边有很多 别往人家身边推 刚才你反反复强调跟他谈恋爱 是没有安全感的对不对 这个没有安全感是从哪些方面 让你觉得没有安全感的 就是他身边有很多女性朋友 而且我跟他走到街上他都盯着那些美女看 根本就当我不存在一样 因为我是做女装的 我跟他逛街的时候路过 我看到有女生他穿着比较好看 我就比较欣赏的那种 不会像他说的那样一直盯着别人看 我问你吧 你当初为什么喜欢他 当初我觉得他跟其他女生不同 不同在哪 因为他会对我含蓄温暖 其他女生就没那么照顾 你喜欢是他照顾你是吧 对 就其他的女生可能需要你照顾你 是这意思吗 是的 你觉得他照顾得很好是吧 刚开始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感觉挺开心的 真的现在都变了 他每天都是约酒局的 每天都约酒局 对 带你去吗 没有都没有带我去 不是什么事情都方便带你去 我有应酬 比如说我跟客户在聊事情 我带你去去干嘛 到时候也不方便聊啊 更过问的是他都失踪三天了 他总是这样 干嘛去了失踪三天 那是这样的就是 签成了一笔订单 然后就我跟几个朋友 就说约好一起喝酒 我也不是失踪三天 我有跟他发过信息 我说我在外面有事情 他就回我个恩啊 然后晚上喝白天睡 连续三天都这样子 我指着他来喝酒 但不知道他来哪里 好那就让他喝去好了 他不是说他谈工作吗 他出门之前告诉您了吗 我有跟他说 只是他就很敏感 不管我出去是跟谁出去 他都很敏感 行 这事咱放过去 我再问你啊 你现在在哪生活呀 在深圳 你在哪啊 我也在深圳 都在深圳 你们俩准备在深圳生活 是这意思吗 我的想法就是 我们两个抽点钱 在深圳买房 就是说起码有个保障 这想法你同意吗 我不同意 他就想现在叫我结婚 买房 我觉得现在还不是那个年纪 我觉得应该再晚一些 所以对你来说 其实房不房子不重要 对吧 对 但是对你来说房子很重要 是吧 对 我想就是说 跟他尽快买房结婚 因为他江西 到时候我都已经26岁 我也好不及了 到时候他回江西了 那我 那我岂不是自己 连多时间都白花了 就是买房结婚 所以今天你是来逼婚的 是这意思吗 也差不多 行 他见过你们家人吗 没有 我跟他认识一年半了 想叫他去见 可是他老是找借口不见 不是不见的 因为我觉得 现在还不是时候 我觉得等好一些再见 可这样我都26岁 我家人也着急啊 我耗不起了 我真的一想到 要买房 要生小孩 真的我就头很疼 哎呀 这一对啊 你跟他在一起 平常开心吗 嗯 刚开始的时候还好 但这段时间 我真的就很烦 总是一点小事情 又一直烦着我 可以从下午 讲到凌晨 天天就 真的就会爆炸的那种 就烦他了呗 是这个意思吗 他烦我 你也烦他 你烦不烦他 我没有烦他 你没烦他 对 他烦你 他要嫁给你 你不烦他 你却不想娶他 是什么意思呀 不是不想娶啊 我想 晚几年吧 好 问女生啊 晚几年娶你行吗 事情但是 我要看有希望啊 我在身上 现在是看不到希望 看不到希望走啊 因为感觉他对我 之前对我挺好的 我没听到他对你好啊 你自己说他又 你在的时候 他之前就会经常哄我啊 我最不开心的时候 他会弄我开心啊 所以我也放不下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们俩从什么时候 开始闹的 就不太好了 半年吧 半年前是吧 对 发生了什么事 因为他每天 都是跟那天乱七八糟的朋友 一起聚会啊 喝酒等等 就半年前 他的聚会开始 增多是这意思吗 什么叫乱七八糟的朋友 那些都是我在一起玩 他非常好的朋友啊 客户 只要我出去 他都是这样讲的 可是那些都是 不顾正业的呀 而且你收入那么不稳定 每个月都为生活花仇 赚了一两万 每几天就花完了 做生意本来就是这样的啊 有赚有赔啊 什么叫有赚有赔 而且你到月底的时候 都要为信用卡还债而筹 每天都要到我家 你来乘饭吃 你们俩在一起 谁花谁的钱啊 他 他没 我花我自己的钱 他没请的时候 老是到我家 你来乘饭吃 不够钱用了 还要找我要 他找你要多少钱啊 前天后 我也没有去计较这么多 行 你还喜欢他吗 喜欢 我觉得现在不是结婚的时候 如果你想结婚的话 晚两年你等多两年行不行 两年可以 但是我要看到希望啊 怎么他怎么做 你就看到希望了 姑娘你说 就是 就是说跟以前一样 推掉那些 不必要的聚会 你现在又嫌我真的少 又嫌我出去应酬多 那现在没办法 你必须要出去啊 就想让你多点时间陪我呀 你都不能 除了陪你之外 还有什么条件 他花钱很大手脚 我就想 就是我帮他成为我们 以后打算 不可能 因为我在外面 有很多应酬 倒是用钱也不方便 我听明白了 就女生说 这样 男生说 不可能 女生说那样 男生说 不可能 女生说这样 男生说 也不可能 最后女生说 你帮我劝劝他 让他娶了我吧 男生说 不可能 然后男生说 还两年行不行 女生说 那我要看你的成效 你要看什么呀 你还没看明白 这是怎么回事吗 你们看看 怎么点醒那姑娘吧 来一起进入 新疆美容APP 秋比特问卷 小鹏你好 你好老师 好 我问你一个问题 就如果 当时你认识的 不是她 是另外一个女生 然后她也肯 像她这样的照顾你 关心你 体贴你 你会不会 和那个女生在一起 这个不好说 我替你说你会 因为你刚才 回答我们的就是 你为什么和她在一起 就是因为她温柔体贴 会照顾人吗 所以 你喜欢的并不是她 你喜欢的是她对你的照顾 我说的对吧 对 然后她呢 看起来和你认识的那些女生 是不一样的 对 因为不一样 因为新鲜感 可是这种新鲜感 很快就会过去 你现在这个22岁的状态 碰上了你对面 这个26岁的女生 她一直在跟我强调 我今天已经26了 我已经26了 我要嫁人 我要结婚 我等不了了 姑娘我跟你讲 她一点都不想结婚 她不肯买房 不肯建你的家长 不肯往银行卡里存钱 我明确地告诉你 不是两年的事情 是她根本就不想娶你 你就再等她两年 等你到28岁了 她也不会娶你 她会让你再等两年 如果她没有遇到 那个她喜欢的女孩 明白了 所以不能等了 及时止损 就到这里了 而且刚才我跟她的对话 你听到了 她只是喜欢你 对她的照顾 你从一个 曾经对她很照顾的女人 变成了一个 让她头疼的女人 不用不了两年的时间 如果你在继续逼婚 明天你们俩就散 生命当中有些人 是会陪我们终老的 但是有些人 只能陪伴我们 走过一程 祝你们幸福 谢谢 这还祝幸福呢 祝各自幸福吧 我觉得要想各自幸福的话 一定是要找到对的人 可能在某个时间点 你觉得是对了 但是时间是可以验证 最终的结果 不一样 就会有点赞 成了一种 你还是要想到 你还是要想到 你赞 你赞 你就赞 你赞 你赞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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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